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大家要明白一件事 就是我从初中已经升入到了高中 那么在初中阶段我可能数学学得很好 学得非常不错 成绩很高 但是为什么到了高中阶段就感觉到数学突然开始吃力了呢 我从以下几个方面给大家稍微的解读一下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在知识体量上 我们在初中阶段所学的数学的知识体系一共是15个模块 在这15个模块之下 咱们细分成208个左右 长考和重点考察的知识点 而到高中阶段大家注意 这个知识点的量大幅的提高了 从200多个一下翻了将近三倍 也就是说我们在真正高中进行考察的时候 它知识点的量是初中阶段的三倍 可能还要多一些 它的知识的体量越大 那么它组合起来考察的形式当然就越多 所以高中阶段它题目的灵活性肯定比初中阶段还要大一些 而且我们在初中阶段的时候大家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从小学升入初中的时候 好像没有遇到什么瓶颈 小学学的不错 到了初中阶段呢 我还沿用小学阶段的学习方法 没问题 在初一阶段也完全适用 然后你可以有一个相对比较长 大概要一年左右的过渡时期 到了初二的时候 才开始逐渐感觉到有一点难度了 题目上 包括知识量上开始增加 难度也开始增大了 那么为什么到了高中阶段会从初三到高一这个跨度会这么大呢 这是由于我们啊 年龄的增长 那么我们学习知识 它整个的逻辑性也发生了变化 在小学和初中阶段 大家注意 我们所有的学生在小学阶段 包括初中阶段 我们的思维模式以什么为主呢 以形象思维为主 或者说叫做具体思维 或者说叫做动作思维为主 什么意思 大家回想一下我们初中阶段学知识的形态 我们怎么来学习一个知识的 我们的顺序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先学一个具体的东西 比如说我学三角形的时候 我会学一个具体的三角形的形状 然后在这个具体的情况下来进行研究 然后我们再把它推广到其他的情况下 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是从什么入手的 都是从个例 或者说特例入手 然后逐渐开始往外研究 我们对于图形的认知也好 包括对于函数的认知也好 都是这样的 我们在学函数的时候 学的是一次函数 学的是凡比例函数 学的是二次函数 但是大家想一想 并没有让你研究单纯的 就是函数它具有什么样的性质 而到了高中阶段 大家注意 高中阶段随着我们的年龄增长 对于我们的思维的要求和思维的训练 当然也要提高 那么我们会提高到什么呢 要提高到抽象思维 我们要从具体的内容中抽象出一般的规律 这就是抽象思维的内涵 那么到了抽象思维之后 你会发现我们研究的内容就发生了变化 包括学习的顺序也发生了变化 我们在高一阶段的时候要学到函数 函数本身就是高中阶段最重要的一条主线 它包括了函数本身 函数的性质 指对数函数 包括三角函数 包括后面的导数 整个这些内容下来要占到整个高考比重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 甚至在一些不同的版本啊 不同的试卷中要接近百分之五十 所以说你会发现学的就很难一上来 就是最重点的那些内容 而且你研究的内容不再是一个具体函数了 你在学函数的时候学的是什么 函数的单调性 函数的极有性 函数的对称性 周期性和翻折 你发现它没有告诉你是具体哪个函数的什么样子的性质 而是函数所共有的一些特性 所以我们开始从什么 我们开始从研究一个个例 开始变到研究一系列 或者说一类问题 共有的特征和特性上来 而且我们研究半天 研究这个函数的性质 研究了一堆 可能你辆根连这个函数本身是啥都不知道 只是这一类函数 它可能具有一种特定的性质 变成从一个到一类的过程 这就是我们思维上的不同 那么第三点就是教学进度上也特别的不一样 我们在初中的时候 大家想一下 我们在初一阶段 包括初二阶段 我们要学一个点 学一个知识点 然后你要干嘛 那可能要练三天或者是四天 这三天到四天 我都在练同一个内容 或者说相关的同一部分知识 这是初中的学习方式 我先讲一个东西 讲完这个内容之后呢 我会拿着它反复的练 在学校老师会让你做练习测 老师也会带着你做西题课 然后呢 要练大约三天四天 在你巩固了之后 我们再学下一个知识 这是初中的学习模式 而到了高中 大家千万要注意 尤其是刚升入高一的孩子 你现在每天可能要学三个点 甚至更多 我举个例子 假定是三个点 但是你的练习时间 只有多长时间 只有一天 也就是说 你在课上学了一些知识 比如三个点 很重要的点 三种不同的提醒 你有多长时间来练它呢 就是今天下课之后 回家做作业的这个阶段 然后明天你又有数学课 在高中阶段数学课 几乎是每天都有的 有时候可能还会有两节连堂课 那么第二天要讲新的内容 那么也就是要求你在这一天之内 把这三个点 或者说三种提醒 完全的消化和吸收 那么这个事情 老师是没有时间带着你做大量练习的 如果进度快的话 可能会带着你做一些 偶尔做一些练习 但是大量的这些训练 其实是你在课下来自己完成的 那你就发现了 在初中阶段 我一个点啊 学一个点 我这三四天 我肯定就练会了 但是在高中呢 三个点我练了一天 第二天可能这三个点 我还没练明白呢 又开始进入到了下一天 又是三个点的学习 甚至更多知识点的学习 那你会发现 如果你前面的问题不能解决 后面所积压的问题 是不是越来越多 你会发现越来越不会 我们听到很多的段子 对吧 在高中阶段 我低下头捡了根分笔 捡了根铅笔 一抬头发现 写了一黑板 不认识了 学不会了 这个事还真不是开玩笑 在高中阶段 可能你某一个特定的点卡住了 会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你做某几类问题都非常的别扭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对于那些关键节点 关键知识点的学习 显得就特别特别的重要 那么我们会遇到这些问题 这是我告诉你了 初中阶段 你是什么样的 到了高中阶段 它会变成什么样 对吧 那么我如何应对呢 在应对的过程中 大家千万要注意 千万要注意 首先第一件事 我需要大家在高中阶段 一定要做好预习 大家千万别觉得 我中考考完了 完了有一个非常愉快 可以满世界去浪的假期 然后你就什么都不管不顾了 肯定不行 咱们先从两个点来说 首先第一件事 很多好学校 是要有分班考试的 这个分班考试呢 通常是这样子的 它会拿你中考成绩 做一个权重 再拿你分班考试的成绩 做一个权重 以此作为分班的依据 有同学跟我说 老师你看 现在咱们全国都不让分班了 是吧 不让分什么重点班 这个班 那个班 按照国家的政策来说 确实已经要求 要求各个学校 不再进行这种班级的难度 或者说层次的划分了 但是 但是实际情况呢 是这个事根本就无法避免 真的是无法避免的 北京的好学校的海拙 教的太多了 任大副 清华副 北大副 十一学校 四中八中的 我教了一篇 没有一个学校不分班的 没有一个学校不分班的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们 无非是把原来的什么龙虎班 对吧 什么这个竞赛班 改了个名 但是他分不分班的 还是要分的 听听了 所以你千万要注意 如果你想进入到一个 还不错的比较好的班级 你先要准备什么 准备初中升高中的 这个分班考试 那么这个分班考试的内容会考察成什么样呢 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 他以考察初中阶段知识为主 稍微的加一点点初中竞赛的内容 如果你把我前面讲的比较难的 陪优客都听了 应付起来应该问题不太大 好不好 而且九年级你把那些什么创新题 这些你都听完了 听懂了 应该问题不大 但是他还会考察到一点点什么 一点点和高中相关的内容 比如说集合 比如说函数 比如说不等式 巧了吧 你高一阶段一上来 学的就是他 所以为什么分班考也要考这个东西呢 其实人家就是看看 你到底在中考结束了之后 有没有自主的进行高中阶段知识的预习啊 所以如果你想进行分班考试的话 你呢 最好先了解一下 你们这个学校往年的考察形态 我刚才说的是一般学校啊 我这边还遇到非常邪门的学校的 就是直接这个分班考试完全不考初中 这是全是高中内容 他甚至考到了排列组合 考到了远率曲线 考到了数列也是有的 所以这个事呢 大家要这样 我刚才说的前面的部分 就是考初中的再加一部分 新高一的内容 这是普遍学校的考法 如果你们学校考的很深的 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那这个时候你要往后学的更多 听听了 所以咱们翻过头来看的话 你看这个分班考他在干嘛 他在考察你 你到底有没有进行预习啊 这也是高中阶段 我们必须要做的一件事 每个假期都别闲着 一定要把下个学期的知识 先过一遍 预习一遍 至于怎么预习 在前面咱们思维课的课程中 我已经说过了 就按咱们思维课前面说的 预习方法来做就可以 这是预习的内容 那么第二件事呢 就是我平时在听完课之后的总结 在初中阶段 很多孩子不做总结 好像 这初中学的也还不错 有股的聪明劲 反应比较快 好像初中知识呢 没怎么总结 我基本上也就差不多 学的还挺好 但是到了高中 你是做不到这点的 为什么 前面原因我说了 你学的内容太多 你每天学三个知识节 三种提醒 如果不总结 不进行复盘 不进行模型的抽离和整理的话 一周下来 你想想你要学十几个 甚至二十几个模型 你敢保证都记住 这个不现实 而且你想如果一周还好 一个月呢 甚至两个月之后的考试呢 你会发现非常非常的痛苦 我很多初中学习很好的 孩子到了高一 挺立暖时间课 期中考试之后 马上跑回来接着上课 为啥 期中考的都是一塌糊涂 他就用他初中的方法 对应到高中上去 我觉得我就能够学好 不是这样的 到高中阶段 你的聪明 只要没到达决定聪明 就吓人的那种 基本上你都得做总结 而且一定要把总结 这个事做得很扎实 至于怎么做总结 在前面咱们说的思维课中 我也讲过了 就按照我说的那个事来做 好不好 抽离模型 向着横向及纵向 进行迁移和考虑 把这个模型想透 能用一个模型 解决一类问题 这是你必须要做的 如果你不做的话 你会发现 等期中考试的时候 你刚开学讲的内容 你就忘了 真的就这么快 而且你发现 你想复习的时候 哇 那么多知识点 我不知道从何入手 那这个时候 你的总结本 才是你要复习的重点 这是总结的问题 第三件事 我们叫做复习 咱们前面已经说过了 我特别强调的是什么 即时复习 今天老师讲了三个点 我下来进行了总结和复习 注意 总结复习完以后 当然你当时肯定记得是非常清楚的 那么我需要你第二天或者第三天的时候 一定要把总结本打开看一下 你都不用说我坐在那把题目重新做一遍 不用的 你就看 过眼就好 好不好 就跟看小说一样 翻一翻 看完了之后 你发现这个模型我当时怎么怎么做的 我写的很清楚 我想起来了 可以了 OK了 五分钟可能就够了 十分钟就够了 然后后面依此类推 每天都稍微翻一下 好不好 每天花五分钟 十分钟的时间 把人家总结本看一下 如果你每天做这件事 三四天做一个轮回 然后七天左右 整体再看一遍 你会发现前面的知识 你记得越来越深 到后面你翻的速度会越来越快 那么一个月的时候 你再去看 你不见得我把所有的总结都看一遍 因为前面已经很熟了 就把那些不太熟的 稍微过一下就好了 但是如果在复习的过程中 你发现 这个模型我当时总结了 但是我突然之间又不懂了 这种情况会经常发生 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 就是在初中阶段 你对自己那种认知 觉得自己学什么一下就学会了 是吧 马上也不用去复习啥的 这种认知会被打破的 你会发现你真的会忘 忘了以后 真的就再看教题看不懂了 没关系 很正常 这就是高中学习的特点 因为它难嘛 难的话就是什么 当时你理解了 但是可能没理解透 两天之后 你对于当时的那种思维和思路 有点什么 遗忘了 那这个时候 你需要把这个模型单独拿出来 重新的做一遍 听听了 一定要重新的做一遍 那么这样子的话 你在期末复习或期中复习之前 你需要做的 你需要做的 就是把总结本认认真真的好好看一遍 就够了 到了高中阶段 由于每科的难度都比较大 你的复习量就会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你很难像初中阶段那样 我过两天要考试了 我把所有的那种重新整理复习一遍 你的时间一定不够 这个很确定 它肯定是不够的 那么这时候怎么样 就复习总结本 一定要有重点 大家要知道一个基本的逻辑 二八法则在学习上的应用 什么叫做二八法则呢 这个世界上80%的财富 掌握在20%的少数人手中 你一生所经历的所有时间 只有20%左右是有效的 是影响你这一生生存质量的 而你在学习的过程中 真正影响你的成绩的 不是那80%你会了的东西 而是有20%的重点的 你有可能不会的东西 而你在总结的过程中 你要把这20%提炼出来 每个人的这20%是不一样的 有的孩子就是我擅长几核 我研究几核问题 啥问题都没有 就不存在这20% 而我研究函数这20%就显得特别多 OK每个人情况不同 那你要把你所不太会的 那些影响你的20%的重点知识 单独的具体的重点的来进行复习 这才是真正高效的学习方法 而不是把所有知识从头看到位 大家记住到了高中 你全盘复习跟没复习没啥区别 因为你记不住 一定是重点复习 抓住最重点的东西 把它先弄懂 在这个最重点的东西周边 这还稍微差一点 那还稍微差一点 稍微的进行一个修补 你就会发现整个体系就起来了 所以到高中跟初中 一个重要的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习逻辑的不同 就是在初中阶段 你可以全面的地毯式的进行学习 而到高中 全面地毯型的学习只是第一步 第二步一定是抽离出那些重点的 你不会的 对你的成绩影响比较大的东西 我之前就教过一个学生 成绩一直是150分考100分 结果我发现他通编就一个问题 就是函数的某一个点不会 就这个点影响了三道题 1到12分 1到15分 还有1到5分 直接成绩就下来了 把这个点弄懂了 一下成就上去了 你差的可能不是很多 就差在了某些点上 那你要把这些点给我找出来 这是我们说的在高中阶段 你该如何的进行预习 总结和复习 而且我还要强调一件事 到了高中阶段 一定要进行题目的训练 我们在初中阶段的时候 你发现 我如果把教材做差不多 稍微练点题 成绩就不错 尤其在初一的时候 是吧 如果你小学的计算题打得比较好 初一你会过得非常开心 你看这些小学都讲过 我都学过 对吧 没问题 然后只要稍微仔细一点就OK了 到了高中就不太行 如果你只是把课本上的知识做对和做会 你可能连格都挤不了 如果你单纯只是做对了课本上的东西的话 可能连格都挤不了 你需要进行练习 你需要进行训练 因为真正考试时候考的东西 跟你课本上的东西不完全一样 差距非常大 课本问的是最简单的本质逻辑 对吧 告诉你这东西就是它 但是怎么考它呢 你需要做一些题目来进行体会 这也是初中和高中的一个巨大的不同 所以我希望大家在初中已经考完之后 在升上高中之前 一定要把新高一的内容认真的预习一下 最起码要预习到期中考试之前 这样子的话你会有一个好的开头 那么后边你在学习知识的时候 你的信心也就上来了 我们有一个好的开始之后 真的会对后边的学习状态 有一个巨大的影响 有很多小孩啊 他升上了高中以后 就是一上来学懵了 不是说他不努力 也不是说他这个不认真听讲 不是 就是他的起点和别人不一样 很多孩子已经预习过了 他没预习 一去了学校 发现别人都会救我不会 一个人如果产生的对自我的这种怀疑的话 他的这个学习效率一下就降低了 我们只有在特别确定自己是正确的时候 确定自己能力的时候 你学的才快 你一旦开始怀疑自己 你学的肯定就是慢的 而且你都不确定我学的东西到底对不对 这个时候是非常影响你的状态和成绩的 我们为了避免出现这种现象 你一定要把开头做好 做好了之后 中间如果再出现波折 没关系 为什么 因为你曾经好过 听懂了吗 我经常跟我的孩子们说 我说如果你想想啊 为什么在NBA包括CBA里面 一支总冠军球队 他拿过总冠军的队伍 和没拿过总冠军的队伍 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旗帜 什么意思 一个拿过总冠军的队伍 他站在过这项运动的制高点上 他知道什么是好 什么是对 那么即使未来他遇到了一点小波动 他也知道如何调整 听懂了 那么一样的 你上了高中以后 你先要把开头打好 这个开端一定要做好 先让自己曾经好过 那么未来你在出现点小波动的时候 你自身的调节能力和适应能力 都是和你一没有好过的时候 是完全不同的 这个事情我遇见到太多了 所以今天我说的内容非常重要 尤其是初升高的学生 好吧 你初中考完了 要升高中了 一定要在假期认真的预习 多做点功课 把新高一这个阶段一定要过好 大家听懂了 啊 啊